115 太陽報 東京奧運場館推倒從來 2015年7月18日國際A21日本東京奧運2020年舉行 主場館成本預算超至1,222億日元 比原先估計高出近倍 西城市上最昂貴運動場館 民眾炮轟浪費金錢 場館被招賬女性生殖器 政府作宣布廢除現有工程 由零開始重新挑選設計 強調主場館可趕及報運開幕前員工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與東京奧委會主席 前首相森喜朗 及民部科學省大臣夏川博文匯面後 宣布全面修改主場館新國立競技場的規劃 我已決定回到起草階段 全面修改計劃 他表示 興建成本比原先估計暴增 引起民眾和運動員強烈批評 相信主場館可趕及報運開幕前員工 然而原定在同一競技場舉行的世界杯籃球賽 雖在東京或橫濱密地作賽 新國立競技場最新造價達2520億日元 約157億港元 比原先的1300億日元 約81億港元 高出近賠 遠超造價最貴的運動場館 位於美國新宅西州的MetLife場館 國際奧委會早前呼籲降低運動會成本 儘量使用現有設施 建天駕主場館亦與之相為 取消伊拉克裔女設計師合約主場館成本飆升 官員互相推躺 深喜朗指責民部科學省 在野黨亦要求夏川博民辭職 夏川則指責東京都知事選添要一 認為東京都政府應檢討場館設計評選 承認關於成本的討論得足 夏川尚悅表示 因決定採用兩支大型拱量支撐 整座場館的設計 令造價急性 預計有八萬座位的主場館 由伊拉克裔英國女設計師哈迪德 Zagherd 圖設計 內閣官房長監監議委表示 會取消與哈迪德的合約 新設計評選將於半年內完成 一二年主持設計評選委員會的 日本建築大師安騰中紅組前呼籲 政府應控制興建成本 卻不能放棄哈迪德的設計 否則會失去國際社會對日本的信任 近五屆奧運主場館造價比較 港元繼2000年澳洲悉尼奧運 35.7億2004年希利亞點奧運 22.4億2008年中國北京奧運 32.8億2012年英國倫敦奧運 36.4億2016年巴西里約熱內勞奧運 27.5億五屆合計 154.8億2020年日本東京奧運 157.8億 157.8億